欢迎收听由吉少居播讲的《论语朗读》与讲解 魏陵宫第十五 魏陵宫问朕与孔子 孔子对曰 祖斗之事则常文之矣 君吕之事 魏之学矣 明日遂行 再臣绝粮 从者病 莫能兴 子鹿运渐曰 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 君子顾穷 小人穷思烂矣 今天开始我们学习第十五章 魏陵宫 这段是说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魏国 魏陵宫就向孔子请教军事作战的事 孔子并不是不懂 但提问题的是魏陵宫这个人 孔子就不答复他 孔子希望他不要发动战争 对侵略的战争 孔子是反对的 所以孔子说 对于祖斗之事 我还懂 祖斗 就是行大礼的祭器 祖和斗 都是祭祀的器民 那么祖斗之事 用现在的观念来讲 代表礼乐文化的真精神 这些我还懂 军事学我还没学过 对不起 我不懂 第二天就离开魏国 到了陈国 结果饿饭 粮食断了 还带了一大批学生 那些学生因此病的躺下 起不来的很多 从者病 莫能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子禄很不高兴 颇有怨言 脸色很难看 跑去对孔子说 老师你天天讲道德 讲学问 讲了半天 结果怎么样 现在同学们都快饿死了 君子 君子竟然穷得这么倒霉 孔子说 君子才能够守穷 换句话说 要看什么人才有资格穷 只有君子才有受穷的资格 虽然处在贫困中 还是能够信仰坚定 不动摇 故穷 如果是小人子相反 易穷了 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了 受不了穷 就不算君子 讲到穷与不穷 也是很妙的 有些境界是需要修养 才能够达到的 这也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不同点之一 中国历史上这类的人很多 像明朝有一位民事啊 诗文非常好 穷得不得了 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 头天晚上还坐在树下赏月银诗 太太就唠叨他 明天没有米还做什么诗 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说 时间距明天早晨还有好几个时辰嘞 明天的事明天管 现在还是看月亮 风景太好了 这是文人的修养 但是这种文人修养的胸襟气度 又谈何容易 总而言之 一个人要在心理上构成一个中心思想 自己要有一个境界 假使内在没有一个东西 人生是相当空虚的 有事情做 忙的时候不觉得 如果一个人把事放下来 处在清零当中 就要受不了了 那这个穷还不只是指经济环境穷 人到了穷途末路 上了年纪万事皆空 儿女离开了身边 老伴也去了 冷清清的一个人 的确不好受 这个时候 必须自己要有自己天地中的 幸天风月 自己有自己的修养才行 有了这个境界 才能够做到君子顾穷 好 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文 卫林宫问朕与孔子 孔子对曰 祖斗之事 则常闻之矣 君律之事 谓之学矣 明日遂行 再晨绝良 从者病 莫能兴 子路运见曰 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 君子顾穷 小人穷思烂矣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集少居 加入我们 一起读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